你找我什么事 怎么说一半就不说了 方维雄在袁真身后 轻言细语 不是亲耳所闻 即使是作为妻子 都很难相邪 如此臃肿肥厚的身躯 能发出如此轻柔的声音来 你妈腿有点疼 我转告你一声 并不是有意查你的岗 她说着 仍然望着遥远的星星们 我晓得你不是查岗 你对我是连查岗的兴趣 都没有了的 今天的事是这样的 没必要解释 她打断她 对我来说有必要 我晓得你误会了 她不是小姐 是我的一个同事 你以为 你的同事就比小姐干净 远真关上窗户 她不想他们的谈话 飘到窗外去 她转身 在沙发上坐下 她从玻璃茶几上 飘进了自己苍白的面容 隔壁推 蜡麻将的声音 噼里啪啦作响 向她展示着 另一种生活形态 你不要把别人 看得一无是处 各有各的活法 吧 方维雄用委屈地强调说 你说得对 别人怎么活我管不着 但我管得着我自己 其实我活得很累 谁愿意到我装孙子 可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吗 不要用家做理由 你的生活方式 更加毫无关系 那天 我去省城看方明 我问过他 要是爸爸妈妈分手了 他有意见吗 他怎么说 他说不关他的事 方维雄迟缓地坐在他身边 沙发被他压得身隐了一声 他身上的汗酸气与烟味 向他弥漫过去 他连忙拿起一片纸巾 掩住鼻孔 方维雄沉默了一阵才说 看来 你是下定决心 要和我离婚了 是的 他依然很平静 非得要走到这一步 我知道你看不惯我 可是别人 不都是这样活的吗 我承认 不可能有不太检点的地方 可是我的不检点 与我们糟糕的夫妻生活 有直接关系 错不全在我 即使如此 我也可以对天发誓 除了你 我从没爱过别的女人 我不想对你进行道德谴责 我也早已经过了 相信誓言的年纪 我要离婚 也不仅仅是因为你的外遇 那你还有什么理由离 别离 我求求你 不 现在是我求求你 求你从我身边走开 我需要一个自己的精神空间 我的灵魂需要自由地呼吸清洁的空气 再这样下去 我会窒息死 浮烂掉的 你 我看你有精神偏执的毛病 不要把别人都看成形式走肉 因为自己有多高贵 方维雄站起身来 舔着肚子夺了几步 黑着脸说 好 我成全你 你呢 是蓄意已久 我呢 是无礼回天 再也不求你了 这个世界 谁离了谁都可以活 你这样想很好 方明怎么办 不怎么办 离了婚 我们还是她的父母 还会一样爱她 至于以后她的学费和生活费 我们可以分摊 方维雄却对这种话嗤嗤以鼻 你那几个工资 还能探得出她的学费来 这几年 若不是我捞点额外收入 还能上省城里的重点中学 是的 我也是这个家 有你的功劳 财产怎么分割 方产和存款 各作一份吧 由你挑 这样吧 房子贵你 你上班方便些 我到外面租房住 行 谢谢你为我考虑 存款归我保管 主要作为方明以后 上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 同意 不过 我也想请你为我考虑考虑 帮我一个忙 暂时为我们离婚的事保密 批让外人知道 等我的职务动过之后再公开 我怕 多有负面影响 时间不会很长的 不会影响到你以后走 可以吗 嗯 可以 那我也谢谢你了 我们还要不要签个离婚协议 当然 否则办事处不会给办手续 那请你写一个吧 写好了我签字 嗯 好 袁真走进书房 打开电脑 手指飞快地在键盘上敲了起来 没过多久 离婚协议就打印好了 方微雄看了一遍就欠了字 伤感地说 真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十几年的福气 说分手就分手了 对不起 只能这样了 也许 我真的是你说的轻声偏执 对你太苛求了 但是没办法 我跟你说过 我有洁癖 我不想再忍受下去 好吧 我也不想 再要这有名无实的福气名分 好喝好散吧 说着 方微雄就到自己的房间去了 重重地关上了门 袁真收集协议书 进了自己的卧室 慢慢地躺到床上 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 可是眼泪 却莫名其妙地流了下来 离婚的秘密 只保守了三天 就被方微雄自己公开了 这天晚上 他在莲花湖大酒店 替局长陪客 由于心中憋屈 有点借酒 焦愁的意思 喝着喝着 就喝高了 他摇摇晃晃 上洗手间的时候 就被隔壁包厢陪客的 吴小璐发现 特意过来 要与姐夫干一杯 众人便起哄 要吴小璐和他喝焦杯酒 吴小璐说 焦杯酒就焦杯酒 你们没听说啊 小姨子有半老屁股 是姐夫的吗 来 姐夫 祝你心想事成 吴小璐举起酒杯 还住方微雄的胳膊 方微雄眼睛一红 将他推开 别叫我姐夫 我已经被你姐开除了 吴小璐还以为 他酒后胡言呢 这么好的姐夫 我姐怎么会开除你呢 他开除我还不干呢 你姐好高贵 他看不起我 我在他眼里 他妈一文不值 说着 眼泪也下来了 吴小璐一看 他情绪不对 赶紧岔开话题 碰了碰杯就走人了 在包厢外 吴小璐打了 袁振的手机 袁振平静地 证实了方微雄的话 姐 你怎么也敢 这个时髦啊 这方微雄 除了肚子大了一点 哪里不好呀 是不是 你有外遇了 你别抬去我 我像有外遇的人吗 那就是方微雄友了 别乱猜 托尔斯泰说过 幸福的家庭 都是相似的 不幸的家庭 各有各的不幸 我现在过得很平静 心里清爽 这就够了 吴小璐便不再打听了 将好奇心 放回心窝里 应酬完回到家里 见到楼刚 躺在沙发上 懒洋洋地看电视 他将脚上的鞋一甩 穿上拖鞋 高声说 告诉你一个 惊人的消息 表姐和方微雄离了 是吗 楼刚默默地 瞥了他一眼 是表姐提出的 李娜 你怎么 一点都不感到惊讶 我必须惊讶吗 你表姐离婚 你怎么这么兴奋 我兴奋吗 你照了镜子 吴小璐就照了照镜子 她的脸果然有些发红 但她说 没有吧 是喝酒喝的 还没有 欲脸的幸灾乐祸 也许有一点吧 你不是很欣赏表姐的吗 什么气质优雅了 举止端庄了 为人正派了 可是咬人的狗不叫 看上去老实的人 往往做出格的事 你没资格这样说你姐 楼刚眼神阴语 我只是比喻 我要是像表姐一样 来这么一下 你受得了 楼刚不作声 瞎起眼睛看着她 半晌才说 你认定了 我离不开你 离得开吗 她也盯着她 楼刚避而不答却问 怎么又是这个时候 才回来 这有什么奇怪呀 工作需要 在莲花湖 大酒店的碧莲厅 你怎么知道 我是警察 当然知道 我有眼线的 你可要小心点 我可没做坏事 用不着小心 一顿饭 不用吃这么长时间吧 啊 又去喝了茶 陪秘书掌 还有很多的掌 好了 今儿我心里高兴 不计较你的询问 试口而止吧 不要自找没趣 我要洗澡去了 吴小璐拿了 换洗的衣服 哼着月亮代表我的心 物资到浴室去了 洗完澡 吴小璐冲楼刚 兴致勃勃勃地说 你也快去洗洗吧 今晚啊 我要慰劳慰劳 派出所所长 楼刚默默不语 又做了片刻 才走到浴室里去 他关上浴室的门 在洗衣机上 看到了吴小璐 换下的衣服 他先拿起胸罩看了看 又用两个指头 粘起那条粉红色的内裤 仔细审查 那些隐秘的部位 他看到了一些 可疑的痕迹 但又不能以此 做出准确的判断 于是 他想借助于嗅觉 他将内裤举起来 凑到鼻尖下 很执夜地吸了一口气 但是 他还是不能断定 他的怀疑是否属实 他扔下了内裤 其实 他也知道 任何嫌疑犯人 都不会如此 粗心大意的 他只是想证实一下 他的感觉 在他的感觉里 那种让丈夫羞辱的事 早已发生 而且不止一次 楼刚洗完澡 来到卧室 吴小洛伸开双臂迎接他 不管如何 他是妖娆的 妩媚的 魅惑的 他是生动的 性感的 他苗条而膨胀的动体 是任何男人 都难以抵御的 他心里突然 有一阵纠疼感 他俯卧下去 狠狠地冲进了 他的身体里 哎哟 你轻点 可他抹足了劲 没有轻点的意思 你弄疼我了 可他却愈发凶猛 并且加快了频率 心里叫着 你也小得疼 我早就疼了 而且疼在心里 老子疼了好久好久了 他将自己 想象成一把锋利的匕首 向着他极恨的事物 狠狠地刺过去 刺过去 只要有空 我就守在监视器前 但是 我就像在审查一部 冗长乏味的电视连续剧 见片一律的画面 让我赫见连天 秘书长办公室的 那道阁门一直敞着 吴大德 似乎没有关那道门的习惯 可是 我期待中的镜头 久久没有出现 吴小璐 也一直没有在屏幕上露面 吴大德在办公室的时间不多 即使在 不是在看文件 就是打电话 偶尔地 接待几个来访者 说一些冠冕堂皇的官话 如此枯燥的工作 很容易让人产生同情 不过 有一天 见到一个人 悄悄地 给吴大德桌上 放了两条钻石芙蓉王 那同情 就转变成羡慕了 且不说烟盒里 可能有任何旋即 仅那两条烟 我一个月的工资 还买不到呢 我有些懊恶 同时也觉得自己愚蠢 吴小璐若与吴大德苟且 哪里不可以 何必一定要到办公室来 幸亏买监视器的钱 有公家报销 不然 我真是费了苦心 又折兵了 但是没想到的是 就在我心灰意览的时候 少而不移的剧情 突然就上演了 那天本是周六 大家都休息的日子 我也没打算上班的 可是我的摩托车钥匙 一落在那间休息室了 就决定去取 到了我的小密室里 觉得闲着也是闲着 于是 就开了监视器 屏幕上刚刚显出影像 吴大德的粗喉大嗓 就镇养了我的耳膜 你以为 自己了不起是不是 当官的训人 是很平常的事 不训人就不是当官的了 我无意观摩 吴大德的围观之道 想关掉监视器 却发现 被训的是一个熟人 连城日报的记者 孙不韦 这就吊起了我的好奇心 这孙不韦是个 桀骜不驯的人 写过好几篇 有影响的批评报道 很有些 适才傲物的派头 在吴大德面前 却变得毕恭毕敬了 他扶手弯腰 殷勤地给秘书长 敌烟 吴大德手一拦 别跟我来这套 你是组织部长 是不是 你有权免掉 我的职务是不是 你即使是组织部长 也要常委通过才行 谁给你的这个权利 孙不韦满脸堆笑 他一直笑心 哎呦 秘书长 肖小气 小子平平一个 哪敢免您的职 工作疏忽 下次不敢 下次不敢了 吴大德 却言极力色 这是政治问题 你知道会给我 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吗 不知情的 还以为我出事了呢 秘书长批评的对 我回去就跟总编说 一定按照您的要求 在明天 保着头版 登出更正启示 我自己 也一定写出深刻检查 我听了半天 才听出原委 前一天 吴大德 陪同市委书记 到外资企业视察 孙不韦拍了照片 写了一条消息 登在连城日报上 结果照片上有吴大德 消息里 却没有吴大德的名字 引得吴大德大发雷霆 孙不韦点头哈耀地走了 这并不是我要看的场面 所以有些失望 就摸了一把吴大德的脸 吴大德的脸在屏幕上 只有一片张树叶的 在平时 这张脸 我当然是不敢摸的 我再次想关掉见识器 就在这时 吴大德掏出了手机 拨通后说 小陆啊 我完事了 来吧 小陆啊 小陆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